大家好,我现在刚到河北陈德 听说了30年的地方,今天终于来了 陈德不光有避暑山庄,还有金山岭长城 那个金山岭长城也听说了得有 反了十几二十年了 陈德周围有山,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它有山 而且我刚才看到陈德这边的河道 它也有水了,因为海拔降低了嘛 吃风它那个海拔碾300到2000米海拔 稍微高一点 所以这海拔降低了以后,这个山上树也都比较的多了 我这边是陈德兰站 我住的地方在靠近陈德避暑山庄 所以说路大概有个十几公里吧,还是比较远的 前面要路过一个跨马路的大牌 这个设计的比较好啊 上面写的是陈德两个字 那这个还是有点像是高速的出入口 看到ETC了,河北高速 我北上的时候走的是另外一条线路 现在南下走的又是陈德 然后天津过去以后还会路过石家庄 所以说走的又是另外一条线路 这一段的河边特别漂亮 就在河边骑着个车走路的话 看着山景,看着这个清澈的河水 还有垂洋流 哇塞,太棒了吧 这是从清朝的时候老祖宗们就在这边 避暑的好地方啊 你想想那肯定好啊 现在路过的这个是陈德大桥 这个始终是正确的 这个非常的古老的一个桥了 应该是有时间我查查资料 到时候再说 这个桥到时候单独上来走一走看一看 我特别喜欢桥啊 下车了 已经到达我宾馆的楼下 看一下周围的环境 那边就是一条美丽的河道 距离那个城的避暑山庄 只有几百米 非常的近 好,我们先到酒店去看一下 入住已经办理好了 酒店还在收拾 我先出来简单的吃个饭 吃饱了 我们先回到酒店去看一下房间怎么样 我找的这个也是靠近马路边的 到房间了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小书包现在非常的轻巧 望远镜和相机现在都没有 所以非常的轻 然后这个卫生间它全部都是玻璃的 毛巾我刚才用过了 还是挺清爽的 两张床应该是一米三 一米三的床 看起来很干净啊 这个床单都是有对折的痕迹 然后这个墙我刚才用手敲了 非常好 都是实心墙 我在吃风住的那个 它是隔板房 隔板房隔音效果不好 这种砖头墙 它隔音效果会好很多 然后这个窗外不得了啊 这个窗外看到的就是这个什么 山景 看到的就是山 那前面是条河 等一下太阳下山之前 我到这个外面就玩一下啊 带朋友们看一下这个窗外的那个 那个景色 我们先去的房间看一下 它这个树长的也是挺高的 这个房间外面的景色还是相当不错的呀 中午吃饭的时候时间差不多也十二点半了 快到一点了 所以我就赶紧找个饭店随便吃一下 去的第一家店呢 就是说里面有七八个人在抽烟 只有十个平方那个饭店啊 就是说非常小 七八个人在抽烟 那这个实在是吃不消 对吧 然后我就找到第二家那个家常菜的店 老板娘说你来干嘛 我说我来吃饭 他说我现在这里没有位置了 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走了 然后我就出来了 我又找了第三家店 第三家店呢 就是说可以坐下来吃饭 然后就是我就随便点了一个个大汤 其他的菜 今天没点 等晚上再说吧 那个价格的话和在锦州的时候差不太多 也就是说这边吃饭的价格 乍一看的话和锦州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边打车的话呢 就是说要比在东北地区都要贵很多啊 我从那个南站 就是成德南站到我这里是12.6公里 打车过来是35 加两块钱的什么燃油附加费 就是37块钱 这个距离如果放在锦州的话 最多20块钱 也就是说这边的起步价恐怕要贵很多 所以说这边打车比在锦州 整个东北都要贵不少 要贵很多 所以说这马上到了 因为它这是旅游性城市嘛 等马上到北京的话 如果是12.5公里的话 我估计要50到60块钱 那就更贵了 所以说越往经济发达地区 或者说旅游性城市 它的打车的费用肯定要高很多 在锦州的话 如果是12公里的话 我估计连20块钱都不要 特别便宜 所以说这边吃饭还行 就是不算贵 就是打车稍微贵了一点 共享南车我也看到了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 应该还是不错的 而且我住的这个地理位置的话 非常优越 目测那个叫什么 陈德避暑山庄 离我这里大概就三四百米远 就是很近 我在这里 在马路上都能看得到 所以说这个景点不着急 明天是作为一个重点 明天上午去游玩那个陈德避暑山庄 因为听说了真的是有30年了 大概在我8岁的时候 应该就已经听说过了 所以说这个 它的名气太大了 那么第二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金山顶长城 这个大概是后来玩摄影的时候才知道的 所以说这个金山顶长城 还有个叫建寇长城 这是最最好的两个长城 实际上北京的那个八达顶长城 我去过 那感觉都很一般 所以说这个金山顶长城 如果它离市区不远的话 到时候我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这是旅游性城市 游客多的不得了 真的就我现在酒店里住的这些人 全部都是退休的大叔阿姨 要么就是全家总动员的 也不上班 我看这些人 反正多得很 游客特别多 行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明天重点去玩那个 陈德避暑山庄 下期见